来看这一题 下列各脚在标准位置的时候 分别是第几项线脚 那第一小题935度 好 我们知道啊 它是正的 所以逆时针绕 一圈是360 两圈是720 对不对 那935 720 还要再绕多少 感觉很靠近哦 还要再绕215度 好 所以呢 我 所以呢 我绕了180 到这里 再多35 可以吗 180 再多35 这一段 是215 好 所以你就可以知道 它是属于 第三项线脚 好 来 再来第二小题啊 负 负 那就是顺时针哦 来 负一圈是 负360 对不对 所以 负500 来 加360之后剩下 负140 所以呢 我就 没有负到180了 我就是负到 这里 好 这里是 这一段 比较粗的这一段 是负140 好 所以我可以知道 它也是第三上线的脚 上来第三题 185度 185度 嗯 来 正的 所以逆时针 180 再多5度 我的5度画得比较大一点 好 所以一样 它也是 第三项线脚 好 第四题 四分之23拍 这个呢 拍就比较讨人烟一点 但是也还好 因为呢 一圈就是2拍 好 那因为它的分母是4 所以我就把它写成 四分之八拍 那我题目的四分之23拍 跟四分之八拍 最靠近的是谁 8 3 24 但是呢 你是不是24比人家23多 所以你必须要扣掉 那个多出来的四分之一 好 那我们就可以来画了 来 这个叫做一圈嘛 总共几圈 三圈 所以一圈 两圈 三圈 画完之后呢 红色的就是要扣掉的 所以我要再退回来 再退回来 所以扣掉了就是这里退回来 可以吗 所以它会是在第四向线角 好 蓝色的绕到这边四圈之后 三圈之后 再扣掉红色的这一小块 四分之拍 好 我画的不够大块 四分之拍 应该这么大块 可以吗 所以这是第四项线角 来第五小题 第五小题 负到六分之十一拍 那六 来二拍 改成六系列的话 是不是六二十二 所以是六分之十二拍 所以我可以把它写成六分之十二拍 是一圈 但是呢 比我们原本的 是不是多了一点 所以我要再加回去 还给人家 加六分之拍回去 好 来 负六分之十二拍 就是负的一圈 然后呢 再加 正的回去 再加六分之拍回去 再加六分之拍回去 可以吗 所以它是这样走的 负的一圈之后 再加正的回去 好 所以我就知道啦 它是在第一项线 跟这一圈之后